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海洋反安 我是王孟平 一转眼看到这五月份又到了 过去大家提到五月就想到五重六绝啦 缴税的卖压啦 从过去今天来看 确实五月份行情是一跌难涨 不过今年比较不一样的是 因为在缴税期的期限有延长到六月底 所以大家也在看 这种卖股缴税卖压会不会时间稍微分散 卖压也就不会这么大 那我们来看到五月份 若不期待指数可以看个股表现吗 回归基本面 从财报 从营收出发 我们先为您要请到的是钱贯周总经理 钱总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因为现在这个五一廉价的情况 刚好是美国财报密集的公布 包括苹果啦 很多电子大厂都公布财报 过这一次大家可能看说 哇 油价的负油价 五月份期货看到一次 那外资高盛说六月份不排除 再见到负油价 所以现在对于在这种财报的地雷当中 我们该如何避开呢 我想这个负油价来讲的话 其实真的是要每个月每个月合约去做观察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先搞清楚 目前这个油价会负的一个原因 就是五月合约会负的原因 到六月到七月到八月 它有没有一个改变 油没有地方放了 对 这个油没有地方放嘛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光光是美国的这个除油槽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使用率大概是在将近八成左右 所以说它不久就是会有一个装满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招满呢 因为这个生产 持续生产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需求很少 因为大家第一个不会坐飞机嘛 第二个船也动得比较少 因为这个工厂都没有复工 第三个来讲的话 连开车出去都很少 所以说你会发现说这个油啊 好像是需求不振 那么攻击很多 那纵然来讲的话 纵然这个沙拉罗地阿拉伯 俄罗斯在五月份 其实他们有点提前了 最近就是说 它五月份开始要去做所谓的一个减产 可是问题就是说 在目前的一个工需缺口的起风之下的话 大概还有两千万桶的这样一个gap 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 还是处于一个工需缺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再看好 从近期的因为疫情来讲的话 其实包含像美国的一个数据来说 它都是一个往下掉 其实我已经有带一张 大概这样这个S&P500的这个获利值 这个大概就是各类股的一个获利来看 包含像是工业类啊 原物料啊 或者是非核心消费 这种属于那种消费类的金融类能源类 特别是能源类你看好 它的一个往下掉是蛮明显 代表说那获利差这么多 就是因为油卖不出去 我还要倒贴给孟平 请你帮我装走 所以这个财报应该真的很惨 对真的是很惨 重点是我们看它背后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我油卖不出去我怎么办呢 我要处理 我又没地方放 那那怎么办 我只好付钱嘛 付钱请人帮你帮我运走 对不对 就是付油价的一个来源 所以说我们看 五月合约在结算前 它打到付油价 那它的原因就是 我刚刚讲的那几个东西 国际油价转付的情况 那么到预估六月合约的结算 大概是在五月十九左右 对 五月十九之前 这个情况有可能会改变吗 要谁要买 没有人买 对没有人要买 对不对 那你说减产又减得不够多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有时候你说为什么 沙烏地阿拉伯啊 这个俄罗斯不减多一点 我觉得它也有它的一个难处 因为毕竟油价 也不是说你想关就关 想减就减 不是这个样子 对所以其实没有人买 或是没有地方放 大家可能觉得说 那就不要挖就好 但可以不挖吗 没办法不挖 那个成本更高 成本的可能性 为什么成本更高 因为油所连续 连续喷出来了 对不对 你现在把它盖起来 没有那么简单 不像你关水龙头 直接关掉 它如果说与其让油 这个等于说 这个流出来 我再贴钱给你 那都还比我在这个怎么样 把油井正式把它关起来 来的便宜非常多 所以说你说 这个油价在五月合约 见到负的40 结算在37左右 对 那其实盘都是跌到负40 最低负40 对有没有可能在六月合约 再来一次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非常小心 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 你要做原油相关的商品 我们的确也认同 就是说这个油价 跌到这个地方 它应该不会是一个长期性的东西 可是它可能就是 你来到一个长期相对的低点 可是问题是 你在投资工具来讲 第一个你不要去碰 这个区原油的期货 期货风险太大 对 尤其是近月份 你看一个期货指数 能够一天上礼拜 对不对 一天24小时 又跌了40% 对不对 你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宽 加原指数1万点 对不对 1万点隔天变6000点 而且期货保证金 一下就断头了 对 一下断头 而且它可能你还会有负数的情况 然后再来一个重点就是说 你不要看这个原油期货 跌到0.01 跌到1你就很便宜去买 你买个1万美元 那个东西变成你的口数非常大 不要把它当成选择群去做一个操作 你为什么好像有人说 我好像听说了 我投了1万块 结果后面赔多少 赔了几千万 对 你不觉得 你还是买一个期货 所以我们从整个总体面来看的话 油价重挫 导致于说目前来说的话 整体的能源股是一个比较 比较冲击的部分 比较衰退的部分 那其实从表哥来说的话 你说这个情况可能到了 真正有一个需求期来 可能也要到 第一个疫情要明显的结束 对不对 然后各国要去做一个解封 同时也把人能够放出来 然后人们可能要 你说国内放出来 城市内放出来 对不对 你要到出国 国与国之间的一个来来回回 是不是还要等一段时间 对 所以说你说 像这个原油来说的话 你说5月份见到一只负职 那会不会6月份见到 那7月份会不会有可能 8月份会不会有可能 我这个 以后会变常态 对 这个实在是很难预估 我觉得所以说你说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整体来讲的话 我们从这个公司的财报来讲 就是说他目前 美国在公布的财报 很显然就是一个油价 这个数量转负的部分 你看这个表格里面 包括像艾克森美孚 雪佛隆等等来讲的话 它都是一个油价往下走 这它的获利部分来讲的话 计征年征都是负数 代表说它是一个 处于一个大幅衰退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趋势 什么时候会做一个明显的改变 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 还看不太出来 所以说你说油价 负油价这个地方 我可不可以去做一个抄底 那就看商品 比如我刚讲过嘛 比较高风险的部分 像是期货的部分 不管是我认为是这样子 不管是近月 近月你个人都不要碰 为什么因为那风险实在太大 那到远月呢 你说我可不可以去买个 12月的油期货 那目前来讲的话 国内的这个 台股挂牌的ETF 不管你是正二 但还是正一来说的话 大致上都是属于 它把这个仓位都移到 这个12月合约 但是来讲的话 这个商品的一个波动性 还非常大 那你唯一能够在油期货 我这个油的商品里面 假设我看到一个长期低位间 即便是未来是负数 这个期货是负数对不对 我怎么样去做个投资 你就选这个所谓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个股或类股或基金 比如我这样讲 这个油的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到了这个 目前是很差的情况 对 那你说期货不能碰 ETF也不太能碰 谁可以买 英国石油可不可以买 那个荷兰 石油公司 对 石油公司 传统的 不是页岩油 因为这礼拜有听说 有这个专井的原油公司 已经破产了 对 那它一定会破产 因为专井的公司 就所谓页岩油 对不对 它做什么事情 它就是用那个融资 它发了很多那种高收益债 就垃圾债券 这个利率很高 5% 6% 7%的部分 去筹资 因为页岩油是这个样子 它页岩油是 就是我钻下去之后 它不是永久的 它第一年可能有 比如说可能可以产出 产出100块美元好了 到第二年就变成50块 它会隔年就对半这样子 所以说你必须要 不断的去做融资 不断去钻新的那个油管 所以你说页岩油的风险 也非常大 因为它就是玩一个高杠杆 前本就很高嘛 对 前本就很高 它必须要在油价 可能比如说可能40块美元以上 或多少钱美元以上 经常性维持来说的话 它比较能够获得一个利润 那目前来讲的话 看起来这个油价 要在这个位阶之下还蛮长期的 可是如果说我们换个方式讲 假设你找那种老牌的 看来可能是这个 比如英国石油 或者是荷兰隔牌 很大间 它是属于美国 属于英国的部分 它只是拥有 可能在沙烏地阿拉伯 中东的某个地方的 油井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权利 对不对 那你买这种公司来讲 第一个它很大嘛 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 你采用基金的方式 或采用去买个股的方式来说的话 它就跟油价 我认为它跟油期货来讲的话 并不全然是一个 完全是一步一去的一个走势 因为它还是一个 传统的一个油商的部分 那这块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用所谓的一个定期定额 或是做一个逐步去做布局来说的话 你就等待 未来可能是疫情过后 产业回升 现在很关键的增结点 就是说 什么时候这个新冠疫情 能够正式的结束 像昨天前天的这个 美国新增确诊数 那是中国以外 还有加上7.3万例 其实它都还是维持一个比较持平 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 还只是说我暂时控制 没有完全结束 可是问题是 你说油什么是要恢复 就是说等那个疫情开始消退 各国开始做一个解封 然后国与国之间互相往来 飞机有在飞的时候 慢慢就会出来 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 所以从油价看得出来 确实经济很闷 生活也相当的闷 这次台湾公布了 三月份的景气灯号 也跌到了区域 比较弱势的黄蓝灯 各行各业都很萧条了 然后大家关在家里 也没有生计也不敢消费 所以经济也不会好 台湾其实内需市场算比较小 大部分还是要靠外销 中国大陆也没有完全复苏 那欧美现在也都在往下降 所以这个自然就是 目前的状况景气就是不太好 实际走上街头问一问 大部分民众对景气低迷都很有感 而国发会27号公布景气灯号 三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 下滑4分来到20分 灯号中指04绿 转为代表趋弱的黄蓝灯 景气领先同时指标下跌 未来也显得不太乐观 领先指标它下滑的幅度 它这一次是连续六个月的下滑 那累计的跌幅是4.93% 所以它这个跌幅相较于我们 那个上个月的时候 它跌幅事实上是在扩大 显示的是未来 我觉得未来的景气 其实是的确是有可能 有很大的一个机率它会走落 服务业的影响会延续 然后至于制造业这个 因为它需求的减弱 事实上它就会造成订单的减少 其实也会造成制造业的生产的活动 也会受到影响 灯号分数下降原因 主要是股价指数跟机械及电机设备进口值 都从黄红灯转黄蓝灯 海关出口值也从绿灯转蓝灯 分数各减少两分 股价指数的表现 虽然它在1万点以上 可是相较于去年的同期的3月 它事实上它是呈现一个负成长 因为一些像基本金属 机械 这些塑橡胶这一些的出口的下滑 所以其实也影响了出口的表现 机械跟电机设备进口值这一块 其实这一块它其实也会受到一些出口的影响 而中央大学台经中心27号 也发布4月消费者信心指数CCI 下降5.12点 来到73.39点 创下2013年2月以来 也就是87个月的低点 而6项细项指标全数显出下降 且低于100偏向悲观 当中降幅最多的指标 是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 下降9.6点 来到44.1点 创下2012年8月欧债危机已来新低 对于现在台股状况 心脏真的要大磕一点 因为现在状况真的要蛮保守的 在台股的投资上 我会比较保守一点 国际公卫议题延烧 冲击国内各项经济数据 民众对未来的想法 也笼罩着一片乌云 记者张梦涵 林秋强 台北采访报导